HELLO,大家好,我是居人的徐永强 这次视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台不充电的iPad 5 插上数据线,显示不再充电 用电流检测仪,我们可以看到有充电电流反应,但是充不静电 拆开机器,我们首先更换了外配,故障依旧 如视频所示,这个机器开机起跳电流为250阿弯 实施苹果机器,不充电有一个经典的电流反应 就是开机瞬间在230到280mAh起跳 我们可以直接锁定USB管,更换USB管 开机电流恢复100mAh起跳,故障解决 当我们插上数据线,高4600尾插排线就输入5V USB供电给Q1823 再输出给电源IC和USBIC 如果充电电流过大,容易导致USBIC损坏 所以平时充电尽可能使用有MFY认证或者原章的充电器和数据线 这次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更多的维修视频请继续关注我们居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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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